哥 咱爸这脸是被人打了呀 我看看 郭董事长 谁干的呀 这谁干的呀 还能有谁干的 肯定是他们觉得 咱爸老年痴呆症不听话呗 不是我们 这老人家这么大把岁数了 你们下得了手吗 你们 你能小点声吗 这是医院 你爸爸的伤跟我们没关系 跟你们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我看就是你们干的 是程维良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哥虽然脾气不好 打轻霸这种事他干不出来 二哥 肯定就是他们干的 真的不是我们 我看就是你干的 走 把你们领导家 不是 我没死 我开心 你怎么打人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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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先生 这边是医院 都是他 程维良打了患者一巴掌 他们来了 非说是我和护士长打的 你别乱说啊 幸福总 我来处理 真是 真是他呢 护士长怎么了 程伯东家属干的 他们把护士长推倒了 疼吗 没事 就擦过点皮 赶紧消毒预防科兰 患者脸上没什么大碍啊 要肿硝了就好了 什么叫没大碍啊 要是有人打你一巴掌 你也没大碍啊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铜山医院的医护人员 不会打麻烦者 不是你们打的 还会是谁打的呀 是我打的 大哥 你怎么能打咱爸呢 爸他不肯吃药 那你也不能 他可是咱爸啊 你就是这么招呼咱爸的呀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招吧 你 你还用我告诉你吗 你不是称大孝子吗 大孝子就这么招呼咱爸的呀 你们要找出去找啊 这是病房 主任 说是刚收治了一个 胆管人的病人是吧 行 那我去看一眼 好 主任 护士长 说是你受伤了是吗 严重吗 没事的 我就擦破了点皮 你要是需要休息的话 你就回去休息半天 我给你披价 不用的 主任 我没事的 以后千万要小心啊 在急诊 什么样的状况都可能有 您放心吧 会注意的 陆主任 您是想要去看那个 党冠主任